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电磁炉上用的这种IGBT 它这个好坏判断方法 用指针式的弯弯表测量比较准确 不仅可以测量它有没有短路击穿 也可以测量它这个C级和E级导通截止 不过指针式弯弯表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 现在用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数字弯弯表 不过数字弯弯表它的输出电压低 只能测量它有没有击穿 然后通断截止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不用弯表就可以测量它好坏的方法 而且也比较准确 我们就是用一个家里边的智能手机的充电头 我们用上它 然后在家里面再找一个旧的数据线 我们把它给剪断 留出来两条线 留出来这个黑色和红色的 找一个三幅的发光二级管 我们这样给它接上 发光二级管的正级接在这个负级夹子上面 然后这个正级接在电源线的负级上面 我们给它串上 串量以后 我们把它插在这个充电头上面 我们给它通上电 通上电 然后我们拿出这个IGBT 我们把这个负级加在这个IGBT的一级上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正级加在这个中间这个引脚上面 看一下二级管亮不亮 像这种不亮就证明这个C级和E级没有被击传短路 我们再测试一下C级和E级能不能正常导通于截纸 我们可以用手这样触摸一下 触摸以后这个灯珠亮了 就可以判断为它是可以正常导通 然后我们给这个G级给它放下电 它就会灭 看一下能不能截纸 看灯珠灭了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啊 也可以给这个用着电源的正级 可以给这个G级给它充出电 它也可以导通的 我们看一下这样也可以导通 还是一样我们给它放下电 就截止了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啊 这个手不要摸到后表这个金属部分 如果这样摸到金属部分的话 测量是不齐作用的 用这个方法判断IGBT是比较精确的 而且非常简单 需要的这些东西啊 也很容易找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